这积木赤兔马的脖子居然有三段可动 真是古有龙虾被金有赤兔脖 不是关于代码合金成品买不起 而是英雄无限更有性价 大家好呀 不场又打几写了 新品一个接一个的出 钱包受不了了有没有 可是这回英雄无限星光版有关于盛凯加赤兔马 就问你想不想要 先来看看这次说明书附带的漫画 说是书接上回 实际上还是让这次出场的角色露个脸巴 漫画希望能用心策划一下别这么睡 不一定要跟着角色来吗 就按照故事来边未出现的角色也没关系 这样剧情能够流畅 可以增加漫画的收藏价值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看看吧 首先是风神榜里的角色黄天化 他手持亮银锤多次在西州建立功勋 可我记得神话故事里应该是双锤才对 应该是留给法相形态 黄天化是经典版没有出过的角色 算是星光版先行的新人物了 特龙人黑暗张飞战斗服 就是之前张飞换色没什么好说跳过 光二爷和赤兔马最后再来讲 来看看这次除了关于外最喜欢的角色曹操 先吐槽一下曹操的宝剑 这也太短了吧 曹操的发型不错 很张狂 我喜欢 配上一身紫色着装三个字 你好骚啊 再来看看徐晃 其他小配角就比较普通了 重规重矩 哪吒的大哥金章 关于战斗服经典版已经出过了 这次终于登上了星光版 普通版金身版桃源三杰一版 官二爷不愧是官二爷 背后的武器连接件是赤兔马附带的 张辽本人觉得是最普通的一个 来看看重头戏关于盛海加赤兔马 我这次脸黑居然一个隐藏都没中 全是普通款 但是就是这么样的普通版已经足够帅了 英雄无限首次出现马匹 本以为就是积木马没什么可动 没想到灵界非常多可动性也很强 那么今天的英雄无限把玩就到这了 一组照片后结束今天的玩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